近日,香港立法会议员、知名律师何君尧 就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立法问题接受记者专访 何君尧称,涉港国安立法是合理合法、不可缺少的行为 希望市民误听性反对派煽动,将国安立法妖魔化 何君尧称,早在香港回归前 殖民地政府已经有一系列的刑事罪行 包括叛国、间谍罪等 国家安全是底线,任何国家都需要国安法 在香港未回归祖国之前 殖民地政府已经有一系列的刑事罪行 当中是针对叛国 去任何说话攻击英女王 煽动罪 甚至是间谍罪都有在 2019年6月,香港爆发修理风波 激进示威者打着反修理的旗号 在全港各区肆意纵火,打杂破坏 对与其政见不同者进行围殴 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命不了身 何君尧称,这是长期缺乏国安立法的后果 国家此时出手就港,又快又准 后面推动者就是港独分子 而港独分子后面,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 有外国势力策划,外国的金钱推动 甚至有些台湾的支援 是形成了一个很强很强的红色的警号 就是这个港独原来真的可以在香港里面 推动发酵和会形成一个大的气候 今天我们看得很清楚 中央也都看得很清楚 国家一是不出手 一出手就一定很快 而且还是很准 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非常开心 在做好国安立法的同时 何君尧称 还要对香港青年人的教育问题加以重视 在青年人尚未定性前的塑形阶段 因波乱反正加入国民教育 否则一旦定性则难以改变 在这个教育问题方面说 必须要认真处理 一个人对自己国家是没有观念 不爱国的话 我不相信你成功都会去哪里 无论你美国人 你都一样是很爱你自己美国 如果试试在美国里面 摆明居满 我不爱国 他都会被其他的国民唾弃 致起来